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马马匹不晓得哪里学的这么会拍马匹 吹得领导是疑论疑论的 因此白莲花实际上正处于弱势的地位 老没办法 她必须获得这份职位 因为她的英俊帅气小男友加紧优渥 其父母一向主张门当务队 嫌弃白莲花出身贫寒 又职位低下 一天一位两只眼珠不太正常的老婆婆 颤颤巍巍走进来 坐在白莲花的柜台 并且可怜巴巴的阐述自己路径的处境 要求白莲花为自己申请住房贷款延期 白莲花看老婆婆可怜 就直接找到了经理求情 但是经理直言 这个老婆婆已经申请过两次延期 再次延期不符合规矩 也将增加无法收回款项的风险 见白莲花还不出去 经理使出刹手锏 以副总经理的位置 诱导白莲花拒绝此项申请 白莲花果然听话了 建议老婆婆寻求家人的帮助 但是老婆婆并不愿意 跪在地上求白莲花 甚至开始变态一样闻白莲花裙子的味道 或者说用裙子擦热什么 车浪年轻的白莲花吓了一跳 白莲花惊慌地叫来了警察 车浪老婆婆仿佛受到了侮辱 她磨泪了一般 念着莫名其妙的咒语 反正聪明人听不懂 嗨不到聪明人 好不容易结束这一波 下班来到车库开车的白莲花 感受到了生活的凉意 妈的老婆婆竟然在车后坐 面容一点一点清晰 眼睛里透出诡异的光 她开始死命抓住白莲花 并使出老婆婆拳 殴打白莲花 白莲花抵抗过程中 意外撞上了前面的车 折腾老婆婆一下飞了出去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还是要及安全的啊 老婆婆的假牙一下飞了出去 浪费了钱 就算这样 老婆婆还是用嘴啃着白莲花 画面恶心中透露着一丝恐怖 小便娜笑一个吃不下饭 此后白莲花开始经历痛苦折磨 在家里的时候 白莲花突然被一阵腰风吹起之后 又被狠狠砸向地面 睡觉的时候 却有一只苍蝇 在鼻子里嘴巴里钻来钻去 摊倒在沙发上 却发现身边就躺着老婆婆 老婆婆一下子扑上来 嘴里吐出一堆 食不食食 饭不是饭的东西 小便没忍住 关上了电脑 不过为了大家 小便还是重新打开了 并轻轻偶味的看了起来 你以为在公司 白莲花的日子就好过了 不白莲花处理表断时 突然开始流鼻血 这鼻子像连通了消防栓一样 发射鼻血 打得领导是一脸懵逼 她意识到情况不对 赶紧去找老婆婆求劳 可是恶有恶报 老婆婆已经去世了 意外中白莲花 撞上了老婆婆的尸体 尸体一下翻转过来 扑在白莲花身上 尾酸水一下炉拳泳般 抵挡着白莲花脆落的心灵 我想这是我实业生涯中 最恶心的一部电影了 导演真的是重口味 不由得为女主小妹妹 捏了一把汗 奇怪的事情 一直围绕着白莲花 精神上无法接受的白莲花 找到了法师 为了凑齐做法的费用 白莲花便买家产 终于还是在富二代男友的帮助下 致富成功 按照计划 白莲花引出了婆婆的鬼魂 女法师吸入鬼魂 并缠绕进入山羊体内 最后由小帮手杀死山羊 OFAN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虽然说不小心招来了 众多小鬼头 但怎么说 老婆婆的鬼魂 还是进入了山羊体内 可是就在关键时候 竹队友将鬼魂 吸入了自己体内 吐血 女法师为了解决 这个心头大患 好尽必生心血 最后鬼魂醉了 女法师也死了 一切终于是苦尽甘来 我知道你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导演就不这么演 原来这个鬼魂并没有死 老婆婆生前就将自己的诅咒 封锁在了白莲花的一枚扣子上 只要这枚扣子还在白莲花身上 白莲花依然逃脱不了下地狱的命运 白莲花心里十分折磨 自己的猫咪已经被杀了献祭 虽然说无用 还引来老婆婆的吐槽 这枚扣子又该给谁呢 她带着扣子走进了一家餐厅 准备送人 但是每一个目标都善良无害 心中有所牵挂 就连妈拼都可怜得要命 白莲花于心不忍 最终在男法师的指引下 准备将扣子分给老婆婆 这样厄运就不会再跟随着自己了 白莲花甩开树女包袱 将老婆婆的坟给挖了 并打开了她的口腔 将装扣子的信封丢了进去 换上新衣服 准备去跟男朋友约会的白莲花 在火车站开心的与男友招手 老男友送来了可怕的消息 原来昨天晚上 白莲花将装扣子的信封 与男友装硬币的信封搞混了 扣子员奔不动的回到了白莲花手 没过多久 白莲花掉到了铁轨中央 随着一团火焰陷落了地狱深渊 看完这部电影 小编持小说 吃老婆婆 这脑子有问题 又恶心不讲卫生 白莲花不帮你 本身也是情有可原 喝清喝礼 你倒好 甜甜给人嘴里 带各种呕吐物 真恶心 好在我把恶心镜头给你们打码了 喜欢重口味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说真的 观影感受极差 建议大家 不要在饭食饭前饭后享用 好了 今天的电影 追入地狱 到这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有想看的电影可以关注我 并私信告诉我 最后 别忘了